現在會跟大家說說什麼是MA平均線 Moving Average 也會說說SMA以及CosMA 平均線 MA 它是於技術分析裡面其中最基本、最入門的一個指標 我們會經常在電視聽到20天線、50天線 其實就是平均線了 平均線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是SMA 簡單移動平均線 較普遍的有EMA 指數移動平均線 WMA 家權移動平均線 原理上都是相約的 但今天最主要說的是SMA SMA的原理是計算指定數量K線的收市價平均值 主要用來判定未來趨勢的可能性 每個指標都會有參數 而SMA的參數就是取多少支K線的收市價 去計算平均值 例子 SMA10就是取最近10支K線的收市價去計算平均值 而SMA20就是取最近20支K線收市價去計算平均值 平均線的重要概念 平均線是隨著你所看的K線圖而有所不同 曲線的波動會隨著周期的長短而有所不同 周期越短曲線波動越大 就像左邊這幅SMA20的一分鐘圖 而周期越長 曲線波動就越小 就像右手邊這幅SMA20一小時圖 MA線的用法大致分為兩種 而兩種都是屬於突破買賣的一種 第一種是單線使用 以單一的指標進行入市 第二種是多線使用 多種指標配合 單線使用方法 當價格升穿SMA做好 而相反當跌穿SMA就做淡 而價格再觸動SMA線就平倉 多線使用 雙線較差 傳統上一般會以較少參數的SMA 突破較大參數的SMA 什麼是小參數什麼是大參數呢 又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是SMA20 以及SMA30 SMA20相對就是小參數 而SMA30相對就是大參數 上線運用就是一般我們經常聽到的 黃金交叉或者死亡交叉 當相對小參數 即是較短的均線 升穿相對大參數 時間較長的均線 就會出現黃金交叉 就是做好買星的訊號 相反 相對小參數 即是較短的均線 升穿相對大參數 即是時間較長的均線 就會是死亡交叉 就是做淡買跌的訊號 我們看看這個多線使用 COSMA的例子 紅色線是SMA20 紫色線是SMA30 即是紅色線是相對小參數 紫色線是相對大參數 當SMA20升穿SMA30 就是做好買星 當SMA20跌穿SMA30 就是做淡買跌 而這兩個位置也可以看到 兩線互相突破便是平倉 當大家看到這裡 一定會覺得 嘩!發了!原來這麼簡單 可以看到買入和買出的訊號 馬上回去用SMA線來做買賣 試問如果這麼簡單 又怎會還有人投資失利呢? 其實SMA是屬於滯後指標的一種 是利用價格升跌 判斷將來走勢和方向 即是當價格升到一定的幅度 它就會認為會繼續升 當價格跌到一定的幅度 就會認為會繼續跌 就算遇到一個大單邊市況出現 它都不會即時行動 而是要看了一段時間才進行買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會常常出現 遲了入市或出市 形成了滯後的情況 我們看看下面這個例子 你見到出現買跌訊號 就是紅色圈著這個雙線交叉位置 即是這個紅色範圍最後的陰陽燭 你見到這個入市位置 其實是前面已經跌了很多 才確認到Cosme買跌的訊號 繼而進行入市 我們再看看這個綠色圈 在這裏面相線交叉位置 顯示是有買跌訊號 也就是這個綠色範圍最後的一支的陰陽燭 同樣地這個入市位置 也是前面已經升了很多 才能夠確認到這個Cosme買跌訊號 繼而進行入市 所以Cosme是屬於滯後指標的一種 講到這裏 其實MA平均線 一般都不會單一使用傳統的突破買賣策略 而是會配合其他技術指標一起使用 我們現在看看應用在Foreforce EA的例子 Cosme 以MACD作為基礎決定入市方向 同時可以設定Multi-Fortime 作為雙重確認 另外可以Cosme作為其中一個濾氣 Filter MACD入市方向確認 MACD入市方向確認 快線MA和慢線MA 距離符合預設的數值 就是條件成立 所以在下面的頻道 就見到 ASAP開了一張拜單 而SMA的 MA運用會比較多變化 會在之後 SMA入市講解中 再詳細和大家解釋